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我要來教大家怎麼貼螢幕保護貼 那我們全家的保護貼全部都是我貼的 不管是手機平板或者是一些小裝置 全部都是我親手貼的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貼保護貼的流程 還有一些小技巧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貼保護貼的第一個步驟就是確定保護貼的尺寸正不正確 通常比較便宜的保護貼它的邊緣就會離邊框稍微遠一點點 讓縫隙大了一些些 那我們確定保護貼的孔洞跟大小是我們要的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要來清潔手機的螢幕了 通常買保護貼都會附給你一塊擦拭布 但是我通常不會使用 因為第一它的品質真的很差 第二就是它怎麼擦都擦不乾淨 第三就是它擦一擦還有可能刮傷你的螢幕 所以盡量不要使用這個附的擦拭布 如果有眼鏡布的話 你就直接用眼鏡布真的擦起來非常好用 但是你使用之前記得去先洗乾淨 然後把它晾乾再來使用 這樣效果會更好 但是如果你沒有眼鏡布的話 你可以直接用你的棉質的衣服 記得要拿純棉的衣服來擦 如果你有什麼人造纖維 那個就會刮傷螢幕 盡量不要使用 就拿純棉的 而且是要乾淨的 不是三天三夜沒有洗過的衣服 我們的眼鏡布跟棉質的衣服 主要擦掉的就是指紋 有油漬的部分 那上面如果有灰塵 就都先不用理它 OK 那我們現在把所有油漬 有指紋的部分 全部都擦乾淨了 那我們上面現在有非常非常多的灰塵 那如果你身邊有一些小小吹球的話 當然用吹的會比較快速 如果我們身邊沒有這種吹球的話 我們一定不能用嘴巴吹 我們就要去伸出一款3M 超棒的無痕膠帶 只有這一款3M的隱形膠帶可以使用 其他的透明膠帶是無法使用的 如果你用其他透明膠帶 你會直接把你手機毀掉 我們就拿一小塊隱形膠帶 就在螢幕上面貼貼貼 把灰塵全部貼起來 那我們只需要把螢幕中間的清乾淨 還有一些比較大的灰塵貼乾淨就好 因為灰塵真的太多了 你永遠貼不完 OK 那我們現在已經清除了90%的灰塵之後 我們接著就要來貼保護貼啦 那我現在手上就是很普通的塑膠保護貼 就會有兩層 一層是貼在螢幕上 一層是你觸控碰到的那一面 玻璃保護貼的部分也是大同小異 它就是一層撕下來貼在螢幕上那一面 那另外一層手觸碰的那一面 是沒有另一層的塑膠薄膜保護的 就只插在這邊 我們現在手上這個塑膠保護貼 我們就直接把第一面撕下來 這是要朝螢幕的 那我們先貼好螢幕兩個角落的位置 那我們就慢慢的把它放下來 確定我們的保護貼沒有貼歪 那我們就可以放手 讓它自己吸附在螢幕上面 那整個保護貼吸附完之後 我們直接把第二層撕下來 貼完這種塑膠保護貼 它的邊緣肯定還有很多泡泡在上面 那我們先不用著急 我們繼續拿出我們的3M 影型膠帶來使用 那我們就在保護貼的四個角落貼上膠帶 那我們再撕一段比較長的膠帶來吸灰塵 我們只需要簡單的把保護貼拉起來 把下面的灰塵全部黏掉 我們理論上就會有一個完美的保護貼拉 我們確定所有造成氣泡的灰塵全部吸掉之後 我們上面可能還是會有一些不聽話的小氣泡在上面 我們這時候可以拿出剛剛的眼鏡布 或者是你的棉質衣服 直接在那些氣泡上面摩擦加熱 施加一點力道讓你的保護貼完美的貼合在你的螢幕上面 就依照這些簡單的步驟跟技巧 我們就可以輕鬆的貼出完美的保護貼拉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分享影片的playlist 請注意一下 我的名字是KaiYiwon 我會見到你下次見 拜拜